反正沒多少嘛 我今天要報告是用Fabric跟Docker 我們怎麼利用他們來做Deployment的Testing 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在HTC的Studio Engineer工作 我們的部門寫了非常大量的Go 然後Python是變成相對很少很少的 因為缺人所以都很忙 所以這頭影片都是趁午還沒有睡的時候做的 我本身是蠻喜歡做Testing的東西 就是不管是不是TDD 反正我通常沒有辦法 什麼時候都先寫Test然後再做 但是通常是亡羊補牢 趕在交出去之前會把Test補出來 對我來說呢 你沒有Test的Call 就像你今天開車 你轉彎不打方向燈一樣 也許不會去遇到麻煩 可是麻煩一定會來找你 因為你可能會有什麼車子 機車會從你旁邊就這樣子過來 所以鼓勵大家一定要多些Test 好那今天這是我要講的東西 第一個是動機 再來是稍微簡單介紹一下Fabric 還有Docker 然後最後有一個Docker file 介紹一下我們是怎麼做Development Testing 那Motivation是有一天我夢到我做一個夢 就是大部分的Development都是用Mac 就像我現在看過去也是很多蘋果 那這張圖是從Facebook上面抓下來的 裡面好像只有正中央那個不是Mac而已 那Development用Mac 所以它是我們是用Homebrew 我做的夢裡面是用Homebrew 那Development Sign是用ubuntu 所以是用apt.get來做那些事情 那在那個Production Sign很不巧 它是用CineOS 所以它是用樣 然後就想說這不是惡夢什麼才是 那當你的Demo賽如果是要用Windows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的惡夢 因為它可能要用Windows Update 好到這邊我就醒過來了 可是這就是我的Motivation 那接下來簡單介紹一下Fabric Fabric其實這是從日密扣下來的 它就是說 這是一個可以讓你在Command Line做很多事情 然後如果是在Remote的話 是用SSH連線 你可以做Development 或者是做系統管理的工作 然後它現在是在正式支援一定是2.5到2.7的版本 那不確定3.X是不是真的有WheelTest 那關於2.7的話 我們有一個就是說 4月份的時候有那個官網公佈嘛 所以它宣佈說2.7本來是要到2015年就要停止 再開發或什麼的 然後它決定就再戰五年 所以就延到2020年 那我們可以讀看看之後再站下去 因為我們好像期待3也很久了 那個版號現在已經到3.4了 搞不好以後會到3.7 我們還在用2.7 那這個也是從官網上面走 其實上面英文 因為我英文不好 所以英文幾乎都是從官網上面copy paste的 那就是讓你可以執行認同你定義的python function 從comment line上面做 然後呢它也是因為 你可以在上面執行 需要的script 透過它 你可以寫一些很像python的東西 那它的feature主要是說 可以讓你在local上面執行一些comment 或者是透過sh 這個好像一直重複講 然後run remote東西 然後它因為它現在是用2.7的版本 所以它的parallel的執行呢 是用multiprocessing的 而不是用thread的 因為也許是GIO的關係 那它可以讓你根據某些的反應 做輸入 或者是說你可以決定要capture 哪些output 然後做任何的處理 那也可以在你做到一半時候呢 就apport它 那它可以自訂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這是我們一般比較常用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也會在committ之前 然後會先做一些test 然後test做完以後 再做coverage的report 那這邊就是簡單介紹 就是說 一開始通常我們就是 直接執行precommitt的那個function 那所以它一開始就會先跟你講說 我要做testmanager.py的test 那如果testfail的話 它會問你說 那你還是要扛密嗎 那如果你如果不要的話 就跟你說apport 就跟你說不行 那我們就不要了 那如果你還是堅持要的話 它還是會run那個coverage 那coverage的話就是 這些都是pathon的module 那這些東西就會 第一行coverage裡面 第一行就是把以前的東西就先清掉 不要讓它有cache的資料在裡面 然後一樣執行test 然後再做report report就是console mode的report 所以我們還可以伸那個html的 好 再來是fairig的環境 那這邊環境的就是說 你可以指定你的host 這邊不是你的環境變數 這是那個fairig裡面自訂的 那你可以放一大堆的host 用list存起來的 或者是 以及那個password 那這個diction呢 因為你哪一個host 要什麼password 要自己再另外指定 然後還有你的port 跟你的user 那我們比較常用會用到 roaddev 它可以讓你定義說 假設你有幾個 幾個web的server 或幾個db server 或幾個application server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些predefined的東西 那基本上在run的時候呢 我們也非常常用到settings 因為它可以在contest management裡面呢 可以再說我暫時 像做好的意思就是說 我暫時我任何error呢 我只是用warning的方式 就做呈現 而不是直接跳出來 那它的那個執行的方法呢 就是你首先 你會看到你自己定義的一些task 那每個task呢 它一樣 它要根據你哪些host 要來做 會取出來 然後就從這些task 開始一個一個去做 然後呢 要看看說 你有定義哪些host 有點像是交叉 那個iteration 這樣一種方式做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呢 就是 就是當成是local在跑的 然後 就只有跑一次而已 然後這邊 看一個範例 就是說我現在 如果直接 根據這個檔 我打5task 因為你沒有指定那個host 所以它會就是說 那請你要指定一個 那如果你在另外的那個function 沒有定義說 我的現在host 我指定了兩個給它 那它就會照著這個task 然後先去setting environment 的host 所以它會先到 Dev的網站上面做 去做那個check-on-gall OS的名稱 然後再到linode上面 去做你的那個 OS的名稱 這樣子 那我們比較常用到就是這個 add rows 這是decorator 那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先定義好 比如說在這個範例裡面 所以database呢 我就是在linode上面 那在developer machine 就是在那個dev 這個machine上面 所以呢 下面這個task 在run的時候呢 我就只會在 因為我是指定說 它就是在rosdb裡面 所以它就是在db這裡面去做 做那個un-batch-s這個 function 那總結呢 就是說 fairius用python寫的 那也是 你也是寫成fab.py 但是你可以不用很懂python 但是你還是要很懂你要做什麼 因為 它是要懶人用的 可是 懶也是要有限度 好 比如說懶也是進步的原動力 這是在那個北京裡面 有一個廣告 就是懶得走路你就打電話 懶得說話你就 上網 你懶得上網你就發簡訊 然後就是說 懶就是推動人在進步的原動力 因為之前有人常講就是 做壞事是進步的原動力 然後懶也是 懶因為我懶 所以我會用fairbook 接下來我們來講 我們搭課的部分 首先我們要講一下 developer的夢 也就是說 通常大家會出現一些就是說 這個東西昨天還是好的 反正就是說 你一定是用到舊的版本 或者是人家跟你complain 這個不可能啊 不可能是那個的 然後有人 QA來找你 就說這程式應該會動 只是我還沒有 還希望還沒測試 我就現在有 因為我要趕著下班 然後不然就是 最後就是大絕招 我的機器上是可以run的 那developer的夢想呢 就是 Docker想要幫你做到的 就是說 你只要build once 然後你就可以在run anywhere 那 那 OPS的夢魅呢 就是說 在developer上面呢 可以run 然後你 所有測試也成功 可是真的 deploy的時候 就發現問題 問題是 developer就跟你說 我都好好的啊 我有測試 我什麼都好好的啊 所以這不是我的問題 那這就是你的問題 那這就是 OPS最常 苦惱的事情 那他的夢想是什麼 他夢想是說 我所有東西 我只要configure一次以後 我就什麼東西都可以跑 那這也是 Docker想幫你做到的事情 所以呢 地方 Dep OPS 需要Docker 那有人會說 為什麼不要用VM就好了 當然 也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不多買幾台機器就好了 你有錢 當然可以 那VM的話 這是網網裡面的問題 就是說 你所有的VM呢 你跑起來 你就要先跑一個 Best OS起來 那對於那個 Docker來說 他就是 跑在那個container 他是用container的方法來做 那container 就把所有的東西 可以來做得起來 那你其實 還是share一個 Windows 就是那個Dock Engine裡面的東西 可是你不用每個東西下去跑 那個所有的Gest OS 那VM有什麼缺點呢 就我們自己在用VM的話 就是 你有一些東西 你就要設定 他的CPU要幾顆 然後RAM要多少 然後你可能還要先 可以一些Disc 給他 那現在大家都常常在用 的硬碟就是SSD 那這些東西都是 很貴的東西 尤其在 Mac上面要買更是貴 所以呢 你要常用VM的話 就會很痛苦 就是說你這個Disc 到底要給他多少 那個Disc 那個VM要給他多少Disc 還有啊 如果你在上面 如果 如果一開始跑一次 那你測試一次 兩次三次 你可能發現說 他結果就變了 因為 你如果你是用 就把這個VM 就把它關機正常開關機 正常使用情況下 可是他因為你跑過你的東西以後 可能某些東西 就已經改變了 可是你還是把它Send起來 所以呢 你第二次的時候 再跑你發現 好像變了 有時候你跑了跑 都沒有變 沒有錯 可是等到你真的Deport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 Bridge的機器會有問題 那時候你的夢也又來了 那所以如果你改用說 我每次都用全新安裝的 Image的話呢 那這次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整個process 就是你要安裝哪些套件 或是安裝哪些package 你就要重新再來一次 那大家可以幫你做一些事情 基本上呢 他是用Linux container的概念 就是說 你是在一個Linux系統上面 跑別的Linux 那這個整個process呢 都被isolate起來 再從裡面看起來 是一個很像VM的東西 那從外面看就是一個正常process 好 那這其實 剛剛那個主持人有提到VBSD VBSD很久以前有 不是很久 現在也有 就是有一個東西叫GEL 它其實概念很像 我本來想講 可是我怕說其實也沒有人懂 什麼是GEL 所以就乾脆例如過不提 好 那Docker是用夠寫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介紹太多 那簡單說呢 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下載那個Docker的image 然後就跑它就可以了 好 這是一個 那反例就是說 第一行就是跟人家說 我要抓Ubuntu 12.04的那個版本 好 那maintain的那行不要管 那這是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那你就要跑那個套件update 然後開 然後再做一些environment設定 然後再把你的bunding port expose出去以後 好 那你這個東西一run起來 你就是一個APPAGE的server 你什麼東西都不用管 好 所以我覺得Dockerfile是非常好用的東西 因為它看起來是還蠻簡單 蠻容易懂的 那但是呢 有時候啊 你什麼東西都是這樣子 你自己的image就要自己比比較好啊 那Dockerfile的話 它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呢 在大部分情況下 你可以看到是說 它都會用到cache的東西 所以即使你改了你的source code 你前面那些環境 如果沒有更動到的地方 它會給你 它會就是用 using cache的方式 就是用cache住 所以就可以直接 省略掉那些 重新再 安裝套件 或是重新要再compile一次的方法 它就已經幫你 所有的東西都幫你cache下來了 那它如果cache一下的話 它也要能夠AutoDectate到說 你今天哪些東西變更 所以呢 你就要重新再拿起一個地方 就要重新再做 那在我們實際上跑的情況呢 我們後來把這個東西 就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source code 是發到Github上面 所以我每次都還是會去上面做clone動作 那你今天如果這個東西你有改的話 它Dectate到以後 它就會自動在這一個點 它就會開始重新再做一次 也就是說呢 你在最越前面的地方 放會容易變更的東西 那你就有可能說 整個process要重新跑一次 所以你也可能 所以我們學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很多東西是固定的 比如說你固定的source code 固定的github repository 那你這些東西盡量讓它 在早一點的時候 先把它run起來 這樣的話 你每次在跑DockerView的時候 你就會避免重新做重複的動作太多次了 尤其在頻寬有限的時候 尤其在大公司裡面 那Docker它有自己的repressory 像剛剛那個也是一樣 現在這個也是一樣 你可以在它的index.docker.io 你可以去看 那在這邊你可以做任何search 比如說我們要找sales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標籤它寫 它有一個貼的那個 看起來很像禁止符號 它不是禁止符號 那是official 不知道為什麼貼起來 很像stuff的意思 那它就是official的repressory 但是呢我們通常 個人愛用的就是會 看那個打勾的 就是說呢 這是有點像是 很多人投票認證說 這個東西沒有讀的意思 就可以用啦 因為官方的東西 通常它不會幫你做什麼 minimize的動作 可是trustedrepressory的東西 就是會有點customize 然後大部分人也會把 他們的repressory image share出來之外 他們也會把他們的Docker file share出來 所以你可以檢查說 它到底做什麼東西 那你也可以根據別人寫Docker file 看看自己是不是 可以做些什麼東西 那在如果你們要 有用Mac的跑的話 就有兩點要注意 因為第一個它是 一定要Linus跑 所以你必須要先 那個安裝 boot to Docker 這個東西 那你一樣 boot install就可以了 那 因為 也因為這樣子 它先跑一個 linus起來 Version Machine的linus起來 然後再在裡面 再跑Docker 所以 裡面有一個東西 它的Docker file 它是讓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hard disk的空間 expose出去 那你這時候 然後 在Mac裡面 如果你是用 boot Docker 這樣做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 真正出完 因為它expose到的是 第一個VM 而不是外面的host的機器 所以 這種情況 你要 你要存取檔案 你可能就需要 跑那個Docker CP 那 網路上有人講說 它的解法是用 Vagrant的方式 就是說 你是跑 完整的東西起來 那 這個東西我還沒有試過 但是看起來 好像是可以walk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 violence 可以 export出去的 也就是說 你是 macOS 上面你除了 裝 VirtualBox之外 你要再裝 Vagrant 其實都還蠻 蠻容易跑的 那 接下來就是 很快講說 我們怎麼做testing 那 主要我們 我們為了要做 用這兩個東西來做 deployment testing 主要是 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 Python 就是很常在使用 virtual environment 因為你要把所有的 也是一樣 我們 在deploy 或是在做測試 你最怕就是 你的 你自己的環境 跟你的目標環境會有不一樣 所以 你很需要說 先把環境先isolate起來 那 我自從 改用Docker之後呢 我就全部都變成Docker裡面的root 所以我都不管這些事情 當然 這是 deploy之後才可以這樣玩 我還沒有 因為它的官網 宣稱說 它是1.0才會到那個production 所以我現在都是 只是拿來做deploy的測試而已 所以 第一部分 我們就是說希望能夠 把它取代掉 那這是我們現在都是用Docker 直接來做 其實這兩個不能拿來比較 只是我現在 的 the bat file裡面 就沒有 virtual environment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是 Docker 因為它可以開很多container 很容易就可以開 不用像VM一樣 我開很多檔 擔心resources會不會 會不會有deadlock情況 會不會跑不動 所以呢 我就是 會用Docker來測試我的backend 我可以在裡面放 HTTPD 可以在後面放 MySQL 這樣的話 來做互相測試 那 最後一個是 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達成的 因為 不管怎麼樣 Beric並不是很適用 真正拿來去做 deployment production的東西 然後 我們現在是盡量在做說 因為 Docker file其實它也是 蠻容易讀 蠻容易懂 蠻容易parse的 所以我們想說 看能不能讓 把它轉成 self file 或者是shift recycle 那些東西 但是呢 如果照 官網宣稱說 他們1.0 就是 加上Red Hat又說 他們要 真實支援 那如果他們真的 一年出來的話 我可能說 所有的Service 都是用Docker 但在這之前 我們現在目的 就是看說 誰先做出來 那 以現在忙碌程度來說 可能是Docker 一年會先出來 好 那我在那個favorite Docker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wrapper而已 就是說 我告訴他說 我要run什麼comment 好 那 有一個情況是說 我的每個image 去run起來的話 我都會 assign一個name 給他 那image run起來 就變confined 那為了避免說 我每次run 要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第二次run 他可能跟我說 他會有跟你說 你現在 你這個名字已經取過 你不能再用 你要嘛就要把他kill掉 要嘛就要把他run掉 所以我每次都false 先做這件事情 那 我現在就是用settings run only 這樣畫 即使他有任何error 他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可以不要管 因為我只要確定 我的環境是 我的name名 是clear的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buildimage 那這邊是用小小example 所以說 假設我現在是 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httpd 然後跟client 這兩個東西的話 那這兩個目錄 我就分別建了 那裡面各放他們的 Docker file 然後我們就 就是在這邊做他們的build 當然如果在這中間build有error的話 他也會跟你講 那如果沒有error的話 他最後的整個的output的檔案裡面 會有這個image的ID 那目前我還沒有找到很好的方法 可以用 可以把最新建立的 最新build的ID buildimage的ID 取出來 破存下來 所以我現在只能用 就是把它那個standard output做split 然後取最後一個 然後把那個ID存下來 好那這是我們主要在run 我覺得的那個簡化版 非常簡化版本 首先呢 我們每次在deploy 正式體會之前 我們就會要做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把我的環境整理好 然後再來呢 我就是build我的所有的那個image 那這時候我就return 把那些image的ID傳回來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剛剛已經設定說 我就是要跑http跟client 那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把那個http 用那個demon的方式跑 所以我加一個-d 那我這時候給他一個名字 就是simplehttpd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他 如果這時候 一開始server出錯 應該問題就很大 那如果沒有出錯的話 我們測試的client 就可以開始跑了 那測試的client 測試client開始跑的話 我們就也一樣 我們把那個warning 把他 就是error把它變成warning 為什麼呢 因為 測試你的確是有可能發現一些事情 那你這時候就要去 investigate 說他到底是人為的還是 剛好出現了 或是說你覺得那些error是可以 還是可以deploy的 因為有時候是那個remote target的file有 asset的file有 有時候是一些image出問題 但是這個通常 我們都還是會把它變成說 我就不要 我就按N把它取消掉 我們重新再檢視一下 因為真正deploy環境裡面 你應該 要能夠一鍵deploy 好 那這邊呢 有個重點就是 我首先下那個 dash-rm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跑完 我就assume說 我是要把這個container 砍掉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幫助我們 下次就不用再 確定說不用再kill它 那要是掛的話 我們直接rm掉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要link剛剛那個container 它現在是 跑在那個demon mode 然後它是simplehttpd 那我希望我的container 也可以去連到那個container 所以呢 我就把它們link起來 所以我就把simplehttpd 把它link到 我現在要新建這個 叫clinedcontainer裡面 那它的名字呢 就把它取名叫httpd 那這樣之後 我的clined要連的時候 我就要去連httpd這個host 它就會自動轉成simplehttpd的container 它就會自動轉成simplehttpd的container 好 那docker file就很簡單 像這個 就是bution-basedimage 是一個wantwo的image 那這也是 所謂的經過trust的過的 大概部分的時候 做簡單的client 或者是server的測試 我們都會直接跑這個東西 好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設 第二行就是說 我設這個目錄 把它設為 在root下面 然後我一開始 我一定要重新generate 我的sshhost的key 這些東西是它內建就有的 然後再做一些initiate 因為跑完這些以後 你的apt-getupdate才會work 因為它裡面有做一些處理 好 那再來呢 我就是把python install起來 因為這是個範例 所以我們目標呢 就是跑python 然後找一個simplehttp server這樣起來 然後跑在8000的這個port 然後這邊有一個expose 把錢是 它事實上是為了要給host在用的 而不是給container裡面在用的 container之間是不需要做 去直接指定那個expose的 好 那再來呢 entry point是什麼 看英雄人說 如果你今天是demon mode的話 它default就是會用 entry point的指令 來做 來做那個demon 然後再次看案裡面的東西 一樣我們從那個base image 抓下來 一樣做update 然後這時候 因為我想要用那個python的htb 比較好用的request 這個library 所以呢 我還多安裝一個python的pip 然後再直接把它install request 好 這時候 就跟Dockify一樣 你如果任何自己想要做 加檔案 你有一個簡單方式就是 下add add滴下去 你就說你要什麼檔案 你也可以是一個url 你也可以是一個github的網址 你也可以是一個 踏起來gzip過的檔案 這些東西Dock它會幫你處理 如果你是一個壓縮檔 它會自己幫你解開來 如果是一個單純的檔案 它就會幫你copy進去 如果是一個url 它會幫你把它download下來 好 那這時候我們的default command 就變成 我去執行這個 因為我把它放在opt下面 所以我這時候的檔案 就是執行它 那這是我要傳進去這個檔案 那就是import request 那這邊很簡單就是 我去get這個8001這個port 那我就是直接做res for status 這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不是二開頭的 二XX的話 它就會跟你做一個res exception 那如果ok 如果ok的話 它就不會res exception 它會直接印那個status code 那如果有error的話 這邊就會有return 那這是為了要給我們的那個fab 去做capture用的 好 如果你一開始什麼都 什麼事都沒有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它這樣子pre-deployed的話 它就會發現說 它就的確有去run 那return值就是200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一個 simple的http server在跑 那如果有任何error發生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說 你這邊比如說我把port改掉 然後它兩邊的port就不一樣了 那就是說你的測試有問題 那你還要繼續嗎 那你如果選no 你可以選yes 看你 然後它就會加一個error出來 那時候你就應該再重新再做你的處理 那這是因為範例又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比較 我把很多東西都已經有點簡單的縮小過 但是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用fabric跟ducker 可以在deploy這個層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那在做這個投資 請你下個結論 OK 馬上就好 我還有網路上找到一個叫shipper 它是一個所謂叫fabric forducker 但是它實際的這個東西呢 並沒有fabric API在裡面 所以我不太確定它好用或不好用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直接測試那個 它號稱就是說 ducker在用fabric 所以你們大概也可以看一下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現場開放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等一下在十分鐘後要不應布施 好不好 或是如果那個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因為我們會後會把他的slide和聯絡方式 都放在我們的那個大會網頁上 那再請大家就直接跟我們的講者聯絡 好不好 OK 謝謝他 謝謝